我相信20年之后 像现在的这种 所谓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这些言论 都会变成效应 或者根本就成垃圾没人理了 网瘾 一直要对网瘾 作为一个生理上病态 定一个标准 我不知道您听说没听说这事 北京军区总候卫生部认真 当然国家卫生部还没有认可 说叫什么 就是每天连续使用网络 达到或超过6小时 且这种症状 这种症状就有争议 达到或超过3个月 这就是网瘾了 2008年底 北京军区总医院制定的 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一出 马上引来了争论无数 大部分人对标准中 平均每日连续使用网络时间 达到或超过6个小时 且符合症状标准 以达到或超过3个月的网瘾 划分到精神疾病 纷纷表示出质疑 要纳入精神病整断的范畴 我一看这个我吓一跳 我这十几年以前就该上精神病医院了 你已经神经病了好多年了 十几年了已经 因为我在网上的时间 其实远远超过6个小时 现在 我现在一工作就挂在网上 所以这样的话 就这个标准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很荒唐了 再一个你看啊 就是说这种网瘾的标准 说半年就修改过29次 对于网瘾的标准 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学成瘾科主任 陶然表示 网瘾是指个体反复过度使用网络 所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 表现为 对网络的再度使用产生强烈的欲望 突然停止或减少使用时 出现烦躁 注意力不集中 睡眠障碍等等 对于这个标准 陶然解释说 这个定义在半年时间内 修改了29次 句句斟酌 然而 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网瘾 如何诊断 早已经成为业界时常争论的话题 而这场争论 迄今为止都没有结果 如果你半年就修改29次的话 也就说明你这个标准 实在太不可谱了 对吧 没什么谱 你就 对吧 那你现在你就 就说你就定了 说有网瘾 对吧 你做一种研究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拿这个东西 你确实要给别人治病 对吧 听说这有家长就绑着孩子 就去了医院了 或者去了这种诊所了 这不可怕 作为青少年研究所的话 你们研究青少年上网的话 大概其有什么结论吗 就是真的是像外头媒体 还有这些家长的那种恐惧感 那么大吗 就说我孩子 杀王 不行了 就谁看见那电脑 都觉得来了一个杀手一样的 坦率说 就说肯定也是有不同意见 对吧 有不同意见 但就我来说的话 我是坚决反对那种说法 曾经有人写了书 也是这种特别危言耸听的 就是那网瘾的书 非让我给写序言 对吧 那我是坚决拒绝了 有人说 好多时候好几名都给他们写了 说你好 你还没他们有名 你怎么不写 对吧 后来我说 我这个名字不太之前 但是也不能那么乱使 因为我从压根 我就不同意你们那种说法 对吧 我就不同意你们说 这网瘾这么普遍 什么等等 可能个别孩子出了问题 有非常个别孩子出了问题 但对绝大多数孩子的时候 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谢谢